第26题 有哪一些 我们看到 木块是浮在水面上的 所以木块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 所以骗人不说的是对的 我们也看到 它原来是250立方公分 后来变成300立方公分 所以它排开了水 50立方公分 那么我们知道浮力一定是排开的一重 50立方公分的水 就有50克重 所以它的浮力就是50克重 所以纳美说的也是对的 那么因为它是浮体 浮体的浮力等于物重 所以我们就表示 木块的重量就是50克重 也就是说 它的质量就是50克 所以鲁夫说的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木块 排开了50立方公分的水 但是呢 它上面还有一些 在水面上的 所以表示木块的体积 是超过50立方公分 所以索隆说的是错的 因此正确的有 鲁夫 纳美 跟骗人簿 所以26题问我们说 请问上述适合的说法 正确则有哪一些 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 鲁夫 纳美 骗人簿 我们下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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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